大家好,我是Jason 歡迎收聽相機王 podcast 第四集 首先很抱歉 就是我們從第三集 一直到第四集這個間隔大概 真的蠻久的 大概有三個禮拜 可能甚至快到一個月的時間 都沒有更新 跟大家說個抱歉 主要是因為我們在器材上面 目前有一些問題 還要你們大家留意一下 這次我的收音設備跟前面三集的收音設備 有一點調整 因為上一次是跟正成界的器材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收回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改成用我們現有的麥克風來錄製 那你們可以聽聽看 就是這種專業的針對Podcast的設備 跟我現在這個用的是 Sony的UTX-B03的無線麥克風 你們可以聽看這樣的效果會有什麼差別 那過去我們的影片都是用這個麥克風來當作主力來錄製 那其實效果來講我們都還覺得是不錯的 所以相信這支節目的錄音呢 雖然說沒有到很專業的配備 但是或許還是可以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那這次我們要聊的主題 如果用影片要來呈現 我覺得是難度相當高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這次我要討論的主題 它的真的是蠻廣的 這個廣度蠻夠的 所以如果要用這個小短片來解釋 那可能要拍到好幾集去 那我希望這一集能夠盡量的把它講得完整一點 讓一些新手朋友 你如果對這種相機相關的訊息 尤其這一次我們的主題是討論的關於鏡頭 有興趣的話 那你可以耐心的把這個節目給聽完 或許你會有一些概念跟想法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今天的正題 就是2020年那些熱賣的全服無反鏡頭有哪一些 那要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呢 當然我有list一些目前全服的無反鏡頭 各個品牌比較熱賣的 我都把它調列出來 那現在大家也知道 就是現在全服的無反品牌只有三家 就是Sony、Canon、Nekon 這三家 那當然Sony是目前在全服無反的部分 它是走在前面的 所以它現在在整個市場的布局 它也是比較前面 那Canon跟Nekon是在去年 2020年的時候才算正式的 投入到全片幅的無反市場裡面 所以在鏡頭的銷售量其實跟Sony來講是 這個進入的時間不同 所以它的銷量來講 還有這個布局其實也是比較晚的 所以說我們要討論一下就是 先看Canon跟Nekon 它們現在目前在無反鏡頭 全服無反鏡頭的銷售上面 它們面臨到哪一些問題 那也會稍微講一下說 你可能要購買鏡頭之前 你可能大概一開始會需要用到什麼樣的鏡頭 好那第一個我們先來講Canon好不好 就是說像Canon跟Nekon 他們過去呢他們都有累積很多的單眼相機的用戶 這個用戶的數量呢是Sony 它是完全比不上的 因為當初整個單眼相機的市場 如果用前三大來講 最大是Canon 第二名是Nekon 第三名才是Sony 而且這個市佔的比例其實落差非常的大 過去市佔最高Canon 它曾經巔峰有到 我印象中 不好意思這不是最正確的資訊 但是大概就有到四成 甚至接近五成的這個用家的市場 那Nekon呢它雖然是第二大 但是它的整個 整個市場它大概的佔比也只有到大概兩成 不超過三成 那Sony是其實是比較少的 那我現在講的是整個所有這個單眼相機的市場 因為其實還有其他的品牌 只是在當時它是相對比較小眾的用戶 比如說當時還有Olympus還有Pantes 那這些都沒有把它放進來 因為畢竟他們在當時就是已經比較小眾的用戶 那Sony在那個時候它只能排到第三 那一直到後來呢 因為那個N43就是Olympus跟Panasonic 他們後來發起了這個無反相機的革命 那時候Panasonic又開始推出了第一台 史上第一台無反相機 那時候這台相機的型號叫做G1 這台相機出來之後呢 那當時的Sony它在整個單眼市場上面 其實它一直沒有辦法有很好的表現 所以它那時候也開始有 就是有佈局在這個無反的相機上面 只是說那個時候呢 其實全幅的無反相機它還不是在 那個時候就推出來 那個時候其實大部分主流來講 就是N43是第一個主流 除了單眼相機以外 因為那個時候單眼相機 就是有全片幅跟APS-C為主 那時候N43它那時候的想法就是說 它可能本身就是在做四三片幅的 所以他們還是做他們一直在堅持的部分 就是希望做一個比較小巧的專業的相機 可以讓更多的使用者可以去使用到 並享受到相機的樂趣 所以他們就做了N43 那N43的差別跟以前的N43差別就是差在這個 反光鏡有跟沒有的差別 所以那時候G1出來呢 它就是史上最小台的 三分之四尺寸的這個相機 數位相機 那就是少了這個反光鏡之後 整個重量上面就變得更輕便 那Sony就在這個時候佈局進去 它就做了APS-C的無反相機 那個時候的型號叫做NEX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其實Sony就開始慢慢去佈局無反相機 而那個時候Caner跟Nicone其實他們是 不太去管這個無反相機市場 因為畢竟他們那個時候在單眼市場 他們就已經有一定的市場佔有率了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其實不用太擔心說 這個無反他到底會對單眼有什麼樣的威脅 那個時候其實都還太早 那一直到近期來講呢 大家都知道現在單眼相機的用戶已經越來越少了 所以其實Caner跟Nicone他們也無法再像過去一樣 去忽視掉無反相機的市場 變成他們開始也漸漸的把整個研發的精力 慢慢的轉向了無反相機 只是說這個時候來講其實都已經晚了 而Sony那個時候它其實它把這個 它要把這個研發的資金投入到無反上面 他們也有經過一些陣痛期 比如說他們就在當時直接拋棄了這個 做了一個決定就是拋棄了過去這個 Sony Alpha單眼相機的這個市場 他們就直接把這個單眼相機的型號呢 就停在A99 在A99這台相機之後呢 就再也沒有生產任何一台單眼相機的旗艦無反 那後面的鏡頭當然也就是都不了了之 所以在過去其實也有很大的爭議 就是這些Sony的用家呢 對Sony這樣停止去製造單眼相機相關的產品 也是蠻多人都不諒解的 那一直到現在來講呢 其實以這個事後諸葛來說 其實現在Sony它算是眼光看的蠻遠的 就是它也在當時做了這樣的決定 讓它沒有包袱 就是說它不會像Canon裡控一樣 就是因為現在有單眼用戶的包袱 所以現在Canon裡控最大的問題就在這邊 就是因為過去單眼相機所累積下來的用戶實在是太龐大了 那這些用戶來講呢 他們其實在鏡頭的選擇上面 他們其實已經有太多太多的單眼鏡頭在使用了 所以你說現在換成無反系統又換了新的接環 那你說這些用戶呢 他雖然可能想要換無反相機 但是他的鏡頭 舊的鏡頭實在太多了 所以他可能只要買一個轉接環 比如說像Canon裡控他們 他們都有出他們自己的單眼鏡頭專用的轉接環 那這樣來講的話 就可以把舊的鏡頭一樣拿在無反上面去做使用 也可以算是做一個陣痛型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你如果今天你使用新的無反相機 其實如果你要有比較好的畫質表現 當然你要最終你還是要考慮去使用到 目前比較新的無反相機的鏡頭 那它才是真的可以去表現出它的高畫質 因為畢竟過去的鏡頭它的整個製程來講 都是畫素比較低的製程 所以現在新的這種無反鏡頭 它的整個鏡頭的數值 都比過去的鏡頭 甚至是高級鏡頭還要好了很多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但是由於現在Canon裡控的用戶實在是太過龐大了 所以這些用戶來講他們要轉換過來 他可能第一個你要把你這些舊的鏡頭要把它賣掉 那你要把它賣掉你也不是這麼好賣 對不對 二手市場上面可能有很多的這些鏡頭 都同時要去做跑手 所以不管是在價格上 其實都是滑不來的一件事情 所以對這些用戶來講 他們要換新機也是一個很陣痛的過程 那變成說Canon裡控他們在這邊 他們就很難像Sony這樣子 就是好像沒有後顧之憂的 可以繼續不斷地去研發新的東西 他們現在就是變成說 你一方面你還要去顧慮到之前 舊的這些單眼的用家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還是不能停止這個研發無反的腳步 就有點類似像進退兩難 但是現在的這個實機點來看 其實Canon裡控他們是絕對得這樣做 已經沒有可能其他的方式 可以再去做更好的選擇 所以說現在以Sony來講 他在做這個無反上面 你就會發現說他一直是走在前面 因為他真的就不像Canon裡控有這些 後續的這些問題 那接著Canon跟Nicone他們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說 從單眼時代開始 其實Canon裡控他們就從來沒有 將他們的接環的技術 下放給鏡頭製造商去使用 比如說我做的鏡頭製造商就是 比如說像Sigma 或是Tameron Pokina 蔡司 這種都是專門在做鏡頭的製造商 那當然他們也有做這種 ForCanon裡控的單眼相機的鏡頭 但當時其實他們並沒有得到 Canon裡控正式的授權 他們用的是使用這個反向工程 就是說透過反向工程去做出 ForCanon或ForNicone的接環 但是他這樣子去做 就是他也不影響到這個智慧財產權 所以他去研發鏡頭 當然你還是可以在Canon 或是Nicone的相機上去做使用 但是他在功能上其實還是有一些差異性的 對 那現在無反的時代 其實Sony他其實是第一個 就是他當初因為他的單眼Alpha 在整個市場上並沒有很好的銷售成績 所以他在拋棄了單眼市場之後 他開始研發無反市場 同時他也是三家唯一一個有去開放接環的使用權 他可以免費授權給這些鏡頭製造商 來讓他們來幫Sony研發 For Sony的無反專用的鏡頭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Sony在整個進口的 這個無反鏡頭的市場上 他就變成說選擇就變多了 對用戶來講 比如說像現在Canon 里空 他們現在的全服無反的鏡頭 就只有原廠一個選擇 那當然其實我剛剛講的 鏡頭的這些品牌製造商 他也是可以透過反向工程 想辦法去做出可以使用的鏡頭出來 但他們為什麼目前沒有這樣做呢 主要就是他們其實會去評估的是 市場的經濟規模 那Sony因為他畢竟走在前面 他的整個市場其實現在來講一直很明確 就是說大部分的用戶 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會想說 我現在投入就要投入單眼市場 大部分就直接要投入無反市場了 而且現在Sony就已經在裡面 一段時間了 所以說當然這些鏡頭製造商 他們就直接就把這個 這個資金就投入去 For Sony的接環去做出來 而且其實賣出來的銷量 也真的都蠻不錯的 那當然因為單眼相機的市場 就一直萎縮了 所以現在就是無反的市場 反而他還有肉可以吃這樣子 那Canon 里空他現在並沒有 一方面他自己沒有開放 所以這個變成說你在使用 這個無反的鏡頭 你就變成只能選擇原廠 那選擇對比Sony就真的變得比較少 不過我剛剛講的這些問題 在Canon 里空他們2020年 開始推出全新一代的 全片幅無反相機之後 這些原廠鏡頭的銷量 他就開始有還不錯的銷量 所以說在這各個品牌呢 我還是列出了一些 就是銷量還不錯的鏡頭 讓大家做個參考 那我稍微解釋一下 在我要介紹各個品牌的 比較熱賣的全服無反鏡頭之前 我還是稍微講一下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沒有聽過 鏡頭有分大三圓 或是說什麼三圓鏡 大三圓小三圓這樣 其實這個東西 他就是在講三個完全不同的焦段 而且是你使用這個可換鏡頭相機的鏡頭 你一定會有這三顆鏡頭 就是你在使用 你是這個用家的話 這三顆鏡頭你至少一定會有一顆 一顆這樣類型的焦段 那我稍微講一下 所謂大三圓就是2470 然後70200 還有1635 其實他意思就是2470 他是一個標準焦段 然後再來 70200他就是一個 中望遠的焦段 那1635呢 他就是一個超廣角 然後再接近標準的焦段 那如果因應這個 你的不同的使用需求 其實大部分的人 我們一般在用的鏡頭 一定是一開始會用 就是選擇 就是2470這樣的焦段 因為這個焦段 他在24mini的時候 你可以拍風景 那在70mini的時候 你可以拍 比較像 中 小望遠 小望遠就是說你可以去拍一個 有點壓縮的感覺 什麼叫做壓縮的感覺 就是說你可以把背景跟主體的距離 可以再稍微的拉近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你 因為單眼相機的 感光元件的面積比較大 加上你比較長的焦場 你就可以比較容易拍出一種類似 的景深效果這樣子 所以2470它是 在這個大三元裡面 它是最多人會使用的一支鏡頭 再來就是 1635跟70-200 1635它就比較針對 喜歡拍攝風景 或是說超廣角 你可能在拍攝上面 你整個拍攝的視角 通常都用到比較廣的視角 那1635它的16mini 就可以拍到一個非常廣的視角 通常就適合在你喜歡去衝 比如說拍攝夜景 拍攝銀河 這樣子的一個焦距 你去拍 你就會覺得 可以拍出一種很壯闊的感覺 那35mini它就跟這個2470 它有一部分衝的就是說 你35mini 你還是可以拿來拍一些 比如說小品 人物 食物 所以它也是算用途還不錯 還蠻多的一個選擇 那最後就是70-200 70-200它是針對 就是你可能專門要拍比較遠的 尤其是比較多人 喜歡用是70-200 這個焦段去拍冷像 因為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把這個焦長越長 你就可以壓縮主體跟背景的距離 那再加上200段它的這個焦長 又比剛剛2470還要再更長了 所以你就可以拍出一個 壓縮管更明顯 而且你可以拍出那種 更淺的景深的那種效果 所以大概大家在講的大三元 就是在講這三個焦段的鏡頭 然後再來就是會有分大三元跟小三元 通常大三元就是在講 有關於它的光圈值 光圈在F2.8的 可以恆定F2.8的 這就是大三元 然後光圈呢 它是恆定在F4的 就是說它的光圈呢 它是最大可以開到F2.8或是F4 所以它的光圈差一級 那當然它的價格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上網去Google一下 大三元跟小三元的一樣的焦段 它的價格其實就還有一個價差 那當然小三元也有好處 就是因為它光圈比較小 所以它的體積對比大三元來講 也會相對輕便一點 然後價格也會比較經濟實惠一點 那大三元就是因為它的光圈比較大 所以你可以有更多的進光量 那那個進光量差一級 其實你整個 比如說剛剛講的這種景深的效果 就還是會有一些差別 再來就是你可以有比較快的快門速度 去擬結畫面 大概是這樣 我們休息一下聽個音樂 可以從這邊走嗎 我們休息一下 可以轉得更快 我們可以一下 我們在這個動作 我們開始換成了 做一些表面 、考慮的道具 我們要做得來 我們要做好 我們如何做的 我們可以做好 by bwd6 那再来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镜头的介绍 首先我们来讲Caner 那Caner的话现在它的这个L镜 过去是做EF系列是单眼相机专用的 那现在因为是无反相机 所以它现在全新的无反的编号就是用RF RF镜头就是Caner的全幅无反镜头 那最热卖的我们现在我大概列出来 第一名是RF35mini F1.8 STM这颗镜头 这颗镜头为什么会很热卖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说真的 它这个价格真的是还蛮便宜的 大概只要一千多块左右 说错不是一千多块 大概一万多块一万五上下的样子 不好意思我没有确定正确下 但是不超过两万块一万五到两万块这个区间 而且是公司货 你就可以买到这颗35.8的大光圈定焦镜头 那它的好处是它这个镜头它是定焦 所以它比较小很好携带 然后呢你35光圈1.8呢 你就可以拍这种很浅的景深 那你随身带在身上呢 配一个你的相机这样配起来 一接近带出去也不会太重 不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这样的镜头其实对 喜欢拍一些小品随拍的朋友 接拍啊其实都还蛮适合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定焦镜头 它是可以训练你的这个构图能力 因为你要慢慢去适应这个35 mini 这个框喔它是无法改变的嘛 变成说你要用你的双脚自己去前进后退去变脚 那去慢慢去适应这样的构图方式 当你慢慢适应了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有时候看到一个画面 那个框框就大概知道说 这个构图要怎样去抓 所以这是还不错的 那第二名是RF 2470 F2.8L 这个镜头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嘛 大三元里面的这个标准焦段 2470 F2.8L 所以通常这个比较热销的镜头里面 大三元通常里面都一定会有几支在里面 那所以它的第二名是2470 F2.8L 为什么会卖的比RF 35 F1.8L少呢 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 我想应该是在跟价格有点关系 因为这颗镜头其实真的不便宜 因为它是大三元 其实大三元它的通常价格都是会偏高的 而且都是用的比较高级的镜片 尤其像Canon的镜头 它有挂一个L 就是用英文的单字来讲 它是奢华的意思 所以它里面的镜片都相当的高级 变成说这样的镜头呢 它上面还有一个红圈圈 会让你觉得说 这个镜头就是Canon的高级镜头 那再来第三名是RF 1535 F2.8L 那其实这个也是大三元镜里面的其中一个 那我刚刚前面讲的1635 不好意思 那个是Canon比较旧的型号是1635 那其实1615就差一个mini而已 那这个新的系列的RF 1535 就是取代当初单眼相机的1635 它一样就是专门失职在超广角的部分 那第四名是RF 70200 F2.8L 它一样就是大三元里面的失职望远的部分 就是专门让你拍稍微远的距离 但是因为70200这个焦距它 它是如果你说要拍很远 其实它并没有到真的非常远 因为200mini如果换算成这个数位相机的光学倍数 可能就是在10倍左右 所以大概8倍没有到10倍 所以说这个焦距其实它也不能拍得非常远 但是因为它是全幅镜头的关系 所以它的这个整个背景压缩的感觉 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夸张非常漂亮 好那再来第五名 是RF 50mini F1.2L 这颗镜头呢它就真的是 在过去以前Canon有一颗EF 50mini F1.2L 它也是F1.2的大光圈 它是目前Canon可以自动对焦的镜头里面最大的光圈值 就是F1.2L 那另外有一颗是BASU F1.2L 那51.2L其实这个视角 50mini的焦距呢 相对于新手来说或是大部分的人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用的镜头 因为50mini它就是在一个比较中间的一个标准焦段 所以你在取景上面 它很容易就可以拍到一个比较偏特写的画面 比较不会把一些比较杂的背景带进来 而且你在使用上50mini它 它虽然1.2光圈会让这个镜头变得比较笨重一点 但是它的毕竟它的整个尺寸大小来讲 它还是没有像2470或是1535这么大一颗 但是重量还是不轻就是 因为毕竟光圈是比较大 以上是我们统计出来 比较热卖的RF系列的全幅无反镜头 那最后来推荐一颗RF镜头 可能你在预算的有限制状之下 你又希望说可以拍一个 比较有前景深的感觉的镜头 那我会推荐RF50 mini F1.8 STM这颗镜头 这颗镜头就跟刚刚的RF50 F1.2L 它一样都是大光圈 但是因为RF51.8这颗镜头 它其实在单眼时代 就有这颗镜头存在 它就是一颗非常小巧的入门定焦镜头 它的整个里面的镜片 其实当然没有用到像RF50 mini F1.2 这样的高级的镜片在里面 但是以现在的技术来讲 其实你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到这颗镜头 大概台币5000块左右吧 你就可以买到这颗镜头 然后你就可以拿来练习 就是拍这种比较浅的景深 那当然它在一些光学素质上 它是没有办法跟真的比较高贵的镜头来做比较 但是其实一般人的眼光来看 其实它拍出来的效果已经相当相当不错了 接着我们来聊Nikon的部分 Nikon的话现在有比较热卖的 大概是比较跟Canon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其实一样就是在这前五里面有 一样有三圆镜在里面 那第一名是Z14-30F4这颗镜头 14-30这颗镜头它就是相当于 刚刚前面Canon的类似于Canon的15-35 但是它是14-30在焦段上面 就是14比15再更广 但是30的焦距就比35没有这么长 但是它的光圈只有F4 所以这颗镜头它其实是属于小三圆镜 那这颗镜头它厉害的地方在于它的整个画质 这个在之前我们也有拍摄过这个镜头的介绍影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这个镜头它的素质真的很不错 因为它在Z14-30其实只是一个小三圆的表现 但是它其实已经画质表现了 已经赢过过去单眼时代的大三圆的Z14-24F2.8 它已经赢过这样的镜头 而且它的整个价格上 它也就是小三圆的价格 不是大三圆的价格 所以对喜欢这种性价比的使用者来说 Z14-30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那第二名是Nikon Z24-70F2.8 这颗镜头 就跟Canon的F2.8 24-70F2.8是一样的意思 它就是大三圆里面的标准镜头 所以这样的镜头它通常都是蛮热卖的 第三名是Nikon Z50-F1.8 这颗镜头它你单看这个规格 就是账面上的规格F1.8 你可能觉得这个镜头 是不是跟刚刚前面讲的RF51.8 STM 是同个等级 其实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的价格上面就差蛮多的 这颗镜头的价格大概也要接近 应该是2万块或是2万块左右吧 不好意思也是没有做 我是没有去做正确的价格 但是去了解正确的价格 但是Nikon Z50-F1.8 在Nikon Z50-F1.8 这颗镜头 它的画质表现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而且里面也是有用到所谓的低色散镜片 都是用到一些高级镜片 用一些最新的技术在里面 第四名是Z35-F1.8 那35这个焦距呢 刚刚跟Canon一样 35 F1.8 它一样就是 其实它的镜片也是跟刚刚Nikon的 我应该说现在Nikon的Z鏡里面 没有任何一颗镜头是廉价的镜头 或者是说品质不好的镜头 现在Nikon的Z鏡里面 真的是每一颗的画质都非常好 而且它的价格当然 因为它是F1.8 所以有时候会让你有点错乱说 好像F1.8 它会不会就是跟以前的这个单眼时代的F1.8 会把它联想在一起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画质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Nikon的Z鏡大家可以放行 就是现在Nikon出来 只要是Z系列的任何一颗镜头 你都 你只要对这个焦段你熟悉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考虑购买的 它的画质真的是非常好 那再来是第五名 Z85-F1.8 这颗就是这个专门来拍人像的 人像镜 它Z85呢 你可以在一定的有效距离去压缩 这个主体跟背景的距离 然后你又可以透过F1.8 去拍出非常柔美的闪镜 这是Nikon的前五名 我们接着来聊Sony的 这个热卖的镜头有哪一些 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其实我 刚刚Canon的Nikon 列出来的镜头 虽然只有那几颗 但实际上 还有其他的镜头可以选择 那我会列出来 只是因为 我调我们这个店内所销售的资料 就是 排名在前面的 然后我觉得 比较多人会 选择的 我把它列出 但是不代表我没有列到的 它就是不好的镜头 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好那我们来聊 有关于Sony的部分 Sony的第一名是 Sony的F1-24105F4G 这颗镜头它其实是旅游镜 它会卖的 好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它是三元镜里面的 小三元 小三元就是在这个价格上面 比较经济实惠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 这个 焦距 它是旅游镜 不过那你可能会想说 奇怪 为什么Canon的F2-24105 没有列进来 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这个 这个焦距的镜头 通常 我们也会 也会被厂商把它列为 KID镜 所以KID镜 就是说 你在当初买这个 相机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需要一颗镜头 然后这颗镜头 通常就是原本 就会一整组配在里面的 当然也是你另外花钱去购 但是你一开始 就是一定非得要一颗镜头 所以这颗镜头 如果你要用这个 销量来讲 通常 24105 这种光圈比较小 F4的 或是 非全幅的 有那种什么 18135这种旅游镜 都会列成KID镜 它的销量其实 光是跟着相机 它的销量光是跟着相机 这样的卖 其实就卖很多很多了 所以其实这样的镜头 本来就是很热卖的镜头 只是F1 24105 F4G这颗镜头 它其实 它不能算是KID镜 因为它其实后来才 后来才出来的 雖然说出来一阵子 但是它 其实 也是可以跟 比如说什么 A7 41去做一个组合搭配 但其实它的价格来讲 我是觉得它 应该不能算是KID镜 它价格是有 比较稍微高一点 它卖得不错也是 就是蛮合理的 因为你要旅游 就是需要一颗这样子的旅游镜 第二名是 GM 2470 F2.8 一样就是三元镜里面的大三元 标准焦段 这个真的大家都一样 那Sony这颗GM 2470 真的也是卖得相当不错 因为 你现在在这个全服务板里面 在Canon 还没有出来之前 这就是唯一颗选择 原厂的 2470 F2.8 第三名是 F1 55 mini F1.8 它是挂菜丝的 这颗镜头是 这个菜丝就是协助设计的 所以这个镜头它的画质 其实 它出来已经好一段时间了 它的画质表现到现在来讲 还是非常够用 而且它的整个闪景 真的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颗镜头 你如果说 它的价格其实真的说不贵 大概也是在2万块以内 你就可以得到这颗菜丝镜头 它的整个各方面的表现 都会让你觉得说 用这种 这种全大片幅的相机 然后搭配个大光圈去拍 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第四名是 GM-1635 F2.8 一样就是大三元里面的 直指广角的部分 第五名这个是我比较惊讶的 它是GM-24 mini F1.4 这颗镜头其实老实讲 大家以台湾 就是说我在销售镜头 大概十多年的时间 那其实24mm这个焦段 以定焦镜来讲 它并不是很主流的一个定焦镜头 大部分的人 其实喜欢拍的定焦 大概都是用35mm 最多就是用35mm 再来就是50mm 那可能再来是85mm 最后才会去选择到24mm 只有这颗GM-24mm F1.4 它居然可以进到前五名 我是真的蛮惊讶 那当然它有它厉害的地方 就是这颗GM进 它真的把它做得非常的小 如果用光圈1.4来看的话 这颗镜头真的非常的轻便 而且它的画质真的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你们就是 如果有在研究这些镜头的话 其实24mm 它拍出来效果也是很特别 就是24mm它是偏小广角的一个焦距 但是你又光圈F1.4的状况之下 去拍冷像 如果是拍半身 你还是可以拍出一些 这种背景有闪景的感觉 所以它就是画面有一点张力 但是背景又能够有 这种闪景模糊的感觉 会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稍微研究一下 第六名是F1 35mm F1.8 那这颗镜头你看 它没有挂GM也没有挂G 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这颗镜头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平价的镜头 所以35mm F1.8 它跟刚刚前面Canon的35mm F1.8 它就算是同样的等级 它这颗镜头就是 你想要买定焦镜头 可是你又拿不出这么多预算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当然它里面就没有用到 非常高级的镜片 但是我刚刚前面也说了 其实 以现在的镜头技术来讲 即使你没有用到很高级的镜片 只要它是比较新的镜头 其实它的画质都有不错的表现 而且你也会觉得 拍起来其实真的很棒 再来第七名是 Sony的20mm F1.8 这颗镜头它其实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因为你如果 我们不要用这个拍照的角度来看 如果是用那个拍摄影片的角度来看 20mm这个镜头真的非常方便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要拍摄影片 其实是整个画面是16比9的 跟拍照它是3比2完全不一样 在这个画面的上下 如果你是用一个35mm或是用50mm 然后再去拍影片 你整个画面只会变得更窄而已 那20mm它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说 20mm它可以让你在这个 比如说你使用一个这个 在拍Vlog的时候 那你可能在自拍的时候 20mm的视角 你把你的手伸直在自拍的时候 你整个头还是可以 跟身体都可以装在这个画面里面 而且你不会觉得你的脸非常大 很难看 就是可以拍出小脸 然后你在讲解Vlog的时候很方便 又很轻又不会太笨重 然后光圈F1.8又可以让背景稍微有点模糊的感觉 所以这颗镜头就很适合在拍影片做使用 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这颗镜头的 那大部分买这颗镜头的朋友 其实它也不见得都是拿来拍影片 有些朋友它是主要是针对它可以拍大景 因为20mm其实它已经很接近 刚刚讲前面讲的超广角的焦距 就是比如说16-35mm的 16对不对 还有15-35mm 14mm 14-30mm 就没有差太多 当然没有到那么广 但是其实一般的视角来讲 非常的够用 搭配F1.8的大光圈 你拍银河很够用 绝对够用 因为拍银河就是要让这个进光量 可以稍微更多一点 让你这个曝光的时间秒数不要太长 这样你才可以拍出完整的这个星空 不会有那种因为地球自转 然后那个星星就因为自转的模糊掉 所以秒数不能太长 好那以上是Sony的原厂镜头 好那不好意思 因为我在时间上面 我没有想到这个话题实在太好聊 所以聊一聊 大概已经一集的时间快结束了 那我想把 我原本还想继续准备跟大家聊的是 有关于Sony的 可以支援的附长镜头 那可能就把它留在下一集跟大家讲解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拜拜